台湾海洋向前行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洋之窗 台湾海洋向前行 我是郑修科技大学的方立行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是说海洋中充满法律的海洋大学陈立统陈教授 那在最后这一节 他要为我们讲台湾南边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国际性的一个海洋 就是南海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陈教授请 是 那那个 我先再接细仲裁庭 对这个判断 对我们台湾的一些不利的地方 我们比较澄清 仲裁庭可以说是 没有这个权利 去定位台湾的领土主权 国家定位 他说是中国台湾党局 这个我们一定要 活认反对 那第二就是 太平岛我们刚所说的 他认定我们是个rock 我们当然不会承认 那原本这个太平岛 并不是在菲律宾的这个 主张啊 仲裁的范围之内 那后来啊 好像是有啦 但是也是附带性的而已啊 所以我们这个 认为这个仲裁庭 对这个太平岛的裁判 应该是不对的 那那个 另外就是 俄国 未曾被邀请参加这个仲裁的程序 当事人 或另外关系人的一方 也没征情过我们 所以我们对这个仲裁庭 绝对不认为 他有法律及时力 那我们还是主张啊 这个 各自争议 共同开发的方式 和平解决 那我们需要 这个这个 生守国 能够建立一个 多边的争端解决机制 中华民国 台湾啊 是主权的一个国家 能够 擦理这个 和平平等协商 这个 来针对这个 未来南海啊 问题的解决 那 综合看 我们台湾的这个政策 针对这一次的这个仲裁判断 一个重点就是 可以分成几项来讲 也就是说 U型线不被接受 也 美国也不认为这是正确的 所以说民进党的这个政策 已经开始有点改变 也就是说 把这个 南海的太平岛 中桌礁所占领的地方 还东沙 东沙没有争议 东沙我们早就占领了 等等这三个最大的 其中两个最大的岛 认为 我们可以用有效占领 来这个 找到他的这个法律定位 也就是说这个 我们不再用U型线 用包的方式 用水来包这个陆地 得到令人主权的主张 我们现在是用有效占领 那我个人是认为 有效占领也不是那么正确 那有效占领 目前我们有效占领 就是这个太平岛跟东沙 还有中桌礁 其他被其他国家占领 他没主张有效占领 我们就渐渐会失去 因此这个有效占领 是小英政委的政策 有没有主得尊重的必要 还要再考量考量考量 几个例子来讲 这有效占领 如果说最后所得到的 领土主权是太平岛的话 那么 南部的真母暗杀 就会丢掉了 所谓真母暗杀 暗杀的意思就是sore 也就是说这个礁石在水面下 很近 但是永远没有浮出水面的一天 这个在海洋法上也可以主张 它是我们的领土主权 因为我们只要在这暗杀上 建有这个永久性的人工的突出物 那个就是可以当作这个一个法律权利的一个主张一计 因此如果说我们用有效占领的话 就不会有秋海棠 这个是变更我们的国土 因此跟我们县法第四条所谓的固有将义 恐怕就会违背 到时候会导出修宪的问题 导出修宪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固有还有历史性权利 只要是因应中国 他们主张历史性权利 我们规避这样的说法 我认为 是不是有检讨的空间 有这个 大家好好再讨论一下 找一些学者 想要执政初期 也释放出一个讯息 就是说 我们有效占领 同时呼以89年海域良法 来从国内法出发 来主张我们的南海的主权跟主权权利 但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很恰当 因为这海域良法所主张的是海域水部分的权益 主权权利跟领主权是没有关系的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个事实上 跟法的适用 感觉上好像不是那么的契合 不是那么契合 那这个重要的就是 马英九政府 国民党政府过去是比较重视这个领主权的归属 那小英政府是比较重视海洋权益 因此过去民进党这个建党的时候 主张要放弃太平岛 我想这个 虽然说现在已经改变回来了 但是千万不能这样做 那现在民进党政府 这个主张我们要在南海建立所谓的海事收救 海事救难 这个很好 那同时对于 刚刚我们 方教授所讲的这个利息规的保护 环境生态保育等等等这样的这个政府的施政 这个是非常的好 但是我是不是建议啊 政府能够在这个广邀 海的这个水下的物理化学等等的这一些科学家 能够到南海去做一些矿产石油资源的探测 这个才是有实意 其实探测到底那边印藏在什么位置 印藏量有多少 这个让我们的科学家有一些事情做 那这样子的话 经过这个消息调查之后 我们才能够主张我们的权益在什么地方 那至少这个太平岛 至少照判断来讲 这个重裁判断来讲 至少有12海里领海 但是我们当然主张200海里的转经济区 这个会跟菲律宾巴拉王岛重叠静河 究竟在什么地方静河点 将来要化解 但这附近的整个海域啊 包括临近的 南海大概有四个地方有石油 详细位置我不清楚 因为我们政府后期有去检测解释过 但是我认为还不够 必须要此期不断的去进行 好 那这个 政府的这样的这个 一个南海的一个政策 有一点点这个感觉上 我是觉得是大条 但是民进党政府说是小条 当然只要就是避免中共的这个敏感性 要言之啊 如果说我们放弃游行线 这对中共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我刚跟你们也讲过啊 这个对我们的这个 岛礁的这个主权主张啊 绝对掉了好多好多 所以说这个 必须找一些这个海洋法阵的学者 这个好好的做一个内部的调查研究 才能有办法保有我们这个南海啊 所有的这个疑 尤其是跨石油的这个资源啊 留给下一代 留给下一代 非常有意思啊 陈教授讲的是语重心长 但是我们当然也很了解 在法律上面是有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观点 还有不同的当代利益 所以要有一个比较结论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不过陈教授 在这边啊 您还可以提一个马来西亚的角色好不好 因为我知道马来西亚在好像南中国海也非常的活跃啊 对 这个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 那基本上他可能有占有一些很小的岛礁 嗯 然后他是用一个方法就是说 他所谓的钻石经济去延伸出去200海里 而这些岛礁就在他所主张的 马来西亚所主张的 就婆罗桌嘛 这个钻石经济上面 因此他用了那些岛礁 但重点可能不是在这里 重点就是马来西亚 点点吃三花公 他们就在开采石油 不讲 那越南也是在开采石油 在靠近越南啊 领土的这个东部的这个海域 那中国也在开花开采石油 可是这个也不讲 但是越南跟马来西亚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那中国就是非常的神秘 事实上他们不但有开 也不但有这个有探勘 而且开花开采 那油管又升到他们中国里面 这是我所知道的 或是晓得 所以说这个 我想马来西亚大概 也不是神油的灯 不是神油的灯 他还不讲 但事实上他开花是相当的多 相当的大 好 那我刚刚所讲的 好在正当国人对政府的这个有效占领的这个政策 有点点质疑引起哗然的时候 那那个我们的这个内政部啊 部长可能听说是开过会 最后一次来讲话 也就说啊 我们政府在 仍旧是指张 1947年的 南海诸导位置图 而先是东沙岛 西沙 中沙 南沙 即相关海译的这个 岛礁的领导主权 属于中华民国所有 嗯 纵然这样的主张啊 跟有效占领啊 可能啊 有一点点 也没办法 那么这个 能够呼应 能够相符合 但是至少啊 说真的 你主张这样的主导位置图 就是还是在主张这个 又行线水域 如果又行线丢掉之后 中共啊 我跟大家报告 他立刻啊 输所顿挫 整个崩盘 整个崩盘 他主张立行权力啊 就没有什么依据的 因为 这个又行线啊 就是以前47年 我们 主张的时候 我们主张的时候 那那个 中华民国 在 1947到1949 主张 南海诸导位置图 有两年的时间啊 是在中国的南京 那 拨迁来台湾之后 继续主张 继续主张 整个南海岛礁的这个领土主权 直到最近啊 政府才把它改成有效占领啊 所以说这个 中国啊 两岸的这个合作 我是觉得南海啊 的这个 岛礁的主权 跟主权权力的这个主张 应该是有合作的空间 这合作的空间 不代表两岸要统一 就尊主尊在这一点 这个没有 分开一起作业的 第一 台湾的这个国家领土很小 力量比较小一点 中共很大 中共如果加入台湾啊 得这个整个 过去的历史记录 文献 去主张的话 这个可以说啊 两者啊 都是有利的 但是我们跟中国这样讲 我每次去大陆开会都跟他讲说 你们要给台湾善意 要感动台湾的政府 一定要能够说服 说服台湾的政府 感动台湾的人民 才有可能到这种地步 所以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南海的这个 岛礁领土主权 以及衍生出来的 海洋海域权力之移 跟况主权权力的这主张啊 应该是有速度的 合作的空间 这个 这个是跟国计划有关 也不是台湾的这个民进党政府 说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当然要说服美国 跟日本啊能够支持台湾的这个 整个国家的这个南海政策的左向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 海洋大学的陈立童陈教授 来为我们讲一个 我们所很少去碰触的 有法律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海洋 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的 透过今天的这一集的播出啊 我们知道 其实海洋里面 所有的资源的使用 是先要有法律的规范的 那先要有法律的规范 又必须要获得国际的认同 那国际的认同的前提呢 又必须要有你在政治上的折冲以后 才能够获得你国际上应有的发言权 所以啊 你一定要好好地了解海洋 因为了解海洋啊 从我们刚才那几句话哦 你才有机会了解你真正在世界上的地位 欢迎您下一次再回到海洋之窗 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 谢谢各位观众听众 谢谢方教授的音言啊 对我帮助非常的大 谢谢 谢谢 谢谢